好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 那大体的这样的资料我们跟大家去说完之后 然后呢咱们再来去看一个东西 我们大体要去实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咱们是要去实现的是一个关于手机端的这样的一个移动网站 那手机端的这个移动网站呢 我们专门用来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 咱们要来去做的呢 就是关于一个租房平台的这样一个产品 那通过这个产品呢 然后呢里面用户当中可以分为两种角色 一个是房客 一个是房东 然后呢房东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发布自己的房屋 然后呢房客可以利用这样的平台呢 去寻找想要租的这房子 就类似于是一种短租的平台 是这样的东西 这是我们要去做的 那这个产品当中呢 我们现在也能够看到咱们还是用来这样的网页的方式 来模拟手机移动端 但是我们说了 你虽然现在看到的还是网页 但整体结构呢 跟之前大家在第一个项目当中所去使用的 那样的结构 就是不是同样的一个东西了 那我们现在来去给大家去提出一个概念 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叫做前后端分离的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之前在张工当中 大家所去实现的 所要用到的那种结构呢 叫做前后端不分离 那种前后端分离跟前后端不分离 到底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 咱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前后端分离跟前后端不分离 它所对应的意义在于何处 那咱们先来去看一下 咱们就去拿谁呢 先拿张狗 咱们之前所做的第一个项目 也就是说前后端不分离的时候 所需做的对应的 前后端 前后端不分离 那在前后端不分离当中的话 那对应的还是有两端 一端呢是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 这样一端 然后呢那另外一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比如说前端当中对应的就是浏览器 这样一个环节 那前端这个浏览器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前端 后端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服务器 然后呢我们说了前后端不分离的意思 在于何处呢 比如说你现在在我们的这样的后端当中 给去提供了一个链接的网址 这个网址呢比如说就叫做斜线index 然后呢那紧接下来 你提供完整之后 那前端用户 他在浏览器当中 只要去输入了这样一个网址之后 那就代表说向我发送了这么一个请求 向我的后端发送过来一个请求 那在向我后端发送请求之后 那我后端所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说拿到这个请求之后呢 然后比如说有可能会用到数据 那好了 我这时候呢就去数据库当中 去读取相对应的数据 后端当中呢去读取相对应的数据 这是我们所说的数据库 然后呢那参加读取这样的数据库 拿到了所对应的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是有可能页面一样 页面当中所要用到的 所以呢拿到数据之后 把这个地方通过我们之前 所说的这样的后端使用的模板方式呢 来去渲染一下 相当于这个斜线的对应的 会有一个视图函数 df 比如说我们把它就叫做index 那这个index这个视图函数 它所要做的这样的对应的工作呢 专门就是里面我们之前所说的 可能说是查询数据库 db.quare 查询 那查询之后呢 可能拿到了对应的数据data 拿到数据这个data之后呢 然后呢把这个东西 渲染到模板当中 return render 比如说template 拿一个模板放到这 比如index html 然后呢对应的把data传过来 那可能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把最终的一个页面渲染好 渲染好之后呢 返回给前端 是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 返回给前端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前端当中 最终会拿到一个结果值 拿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值呢 拿到的就是一个 已经填充好了数据的 这样一个完整页面吧 对吧 这是之前我们所说的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那我们就把这样东西呢 叫做前后端不分离 意思就是说 你前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页面结果 最终都是由后端给你形成好之后 填充好了给你的 后端给你填充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你前端拿回来看到的就是什么样的内容 那我后端呢 可以通过渲染模板的方式呢 给你提供一个页面 我还可以通过readrack的这样的跳转方式 控制你浏览器 让你跳转到别的页面当中去 所以也就意味说 你前端到底看到的是什么样的结果 完全都是由我后端来去控制的 我们就把这样东西呢 叫做前后端不分离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前后端分离又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们最直白的来去说 那也就是说 后端不再控制前端页面的展示效果 也就是说 你前端用户看到了这个界面的一个结果呢 到底是哪来的 根本就不是由后端来去控制的 而是由前端来去控制的 前后端分离 也就是说 说的最直白就是说 后端 后端不再控制前端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还是先拿网页的这样方式来进行操作 如果前端呢 还是这样的一个通过浏览器的方式 来去访问一个网页的话 如果把它做成这样的前后端分离 那又意味着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这时候意味着这个 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首先由浏览器访问的时候 用户所输入的这么一个网址 它最终就不再意味着 是我后端所对应的一个动态逻辑了 而是对应的什么呢 对应的就是一个静态的一个页面 就是一个普通的index.html 这样的一个文本文件 那这样的一个文本文件的话 你 然后呢 首先输入 输入之后 你向后端去要 向后端去要的时候 那后端的这个页面哪来呢 那你现在就可以 只要是能够找来一个 任意能够去提供静态文件的服务器 通通的都是可以的 那比如说我们在讲部署的时候 跟大家去提到过了 哪个服务器能够去提供静态资源呀 index能够提供吧 所以你比如说 你就把它放到index当中 然后呢 让index里面 它可能会存放着一个静态文件 也就是说这个index.html文件 然后呢 那好了 你现在不是要吗 你要的话 你就去访问index 然后呢 通过访问index的话 你把这样的静态文件找到 然后呢 index直接把对应的静态文件 返回给你前端 就相当于返回给浏览器 浏览器这时候呢 拿到了这样的一个静态的页面 拿到一个静态页面之后 这个页面当中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 它就是一个框架的东西 就相当于 它里面去实现出来的是 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里面放什么东西 然后呢 这里面可能放两个按钮 这里面可能放什么图片 但是呢 具体的内容 这个图片什么样的内容 这里面的数据 又什么样的数据 可能在这个页面当中 根本就没有包含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的话 你前端当中 只拿到了一个这样的框架 但是没有拿到这样的数据 好了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 你再向后端 再来去发送请求 所以就相当于 这时候 我们再来去实现的 这样的一个后端的程序 服务器的这个程序呢 就是专门用来去提供数据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前后端分离当中 后端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 后端专门只用来提供数据 你要么获取数据 要么对数据进行增删改查 就是这样的操作 所以就相当于 那你现在呢 浏览器当中 还得再向后端 我给你去提供一个 index这样的试图 你向这个试图当中呢 发送请求 只不过是说 在这个试图当中 我们做的工作 还是查询数据库 但是查完数据库之后 我们不再负责页面 模板的处理了 因为我们这里面 也根本就不存在 模板相对的东西 那我们怎么做呢 拿到数据之后 直接把数据 比如说就直接把数据呢 给你转换成 对应的阶层的方式 阶层点Dump 直接把数据 给你转换成阶层 转换成阶层之后 相当于转换成阶层不串了 就直接把阶层自不串的方式 再返回给对应的前端 那前端拿到了 阶层自不串之后 这个阶层自不串当中 就是包含了 你所要用到的 对应的数据 拿到数据之后 那你再通过 你比如说现在是网页 那你就通过 JS的方式 你通过JQuery 或者通过前端的框架的方式 你把数据 前通到页面当中 就可以了 具体怎么展示 做成什么效果 我后端通通的 根本就不去管 我只把数据提供给你 那现在来看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前后端分离了 前后端分离之后 你前端负责页面展示效果 负责页面呈现的动态 或者是交互 而后端来说 仅仅只提供数据 你什么时候要数据 我什么时候就给你数据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前后端分离了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把它做成 前后端分离之后 那你说 后端当中 我一旦实现出来 这样的结果之后 前端 那只有浏览器 能够去访问吗 不一定吧 我们之前 第一天跟大家去说过 你前端当中 实际上前端里面 除了浏览器之外 手机APP是不是可以 程序是不是也可以 那你现在来看 假如说你的公司当中 具有产品线 就说相当于你的前端的产品 比较丰富 除了网页之外 还有可能什么东西呢 可能还有手机APP 那你说 这时候的手机APP当中 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去说过了 它实际上是不是也能够 向后端去发送求求啊 对吧 所以那你现在干脆 就在你的手机APP当中 通过你的那个对应的编程语言 你比如说Java 比如说OC 你专门也去向后端去要数据 你比如说你在这个手机APP当中呢 它做的工作呢 原生的就是专门去写界面的 写完界面之后 然后觉得界面当中缺少数据 那怎么办呢 好了 你向后端当中 我给你定出来的这个接口里面 发送HP请求 你要什么数据 我查出来 查出来之后呢 我也反馈给你Json 反馈给你Json之后呢 然后呢 你拿到数据 你再利用你的语言 把数据填充到你的界面当中 然后呢 你想给用户怎么展示 就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了 那你现在来去看一下 按照这样方式去做之后 我们后端当中 只要写出来这么一个接口 那不管是通过浏览器当中 去要数据 还是手机APP要数据 我这个接口实际上 是不是都可以复用了呀 对吧 你一套接口写出来之后 无论是谁跟我要数据 反正你就是通过 HP的方式访问我来 访问过来之后 我也不管是谁 你要的不就是数据吗 我把数据也给你打包成Json 往前返了 所以呢 这个Json的话 无论是你浏览器的JS 当中能够去利用 还是手机APP的 OCE或者Java 都可以去利用得到 所以呢 我就通过Json方式 把数据一返回 谁愿意用 谁就用 你想怎么用 完全用自己来去决定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前后端分离之后 你的后端的接口 就可以达到复用了 这是前后端分离当中 一个最重要的用途 一个接口可以被去复用 但是你现在来看一下 回头看一下 之前所说的前后端 不分离的时候 前后端不分离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产品当中 可能也要冒出来一个手机APP 冒出来手机APP之后 那你原本给这个 前端浏览器实现的这个接口 还能提供给手机APP吗 你说你给手机APP当中 传回一个网页的话 那它的利用价值大吗 它很有可能说是 不一定不会采用网页 很有可能采用它原生的方式 操作这面的 所以就相当于 你给它返回这样网页的话 对它可能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前后端不分离的时候呢 你对于前端来说 你要求的局限性比较大 你只能是控制这样的浏览器 而对于前后端不分离来说的话 对于前端的产品 我就不再需要有绝对性的要求了 而且我后端当中也不管 你到底前端是什么东西 我通通只返回给你数据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前后端分离了 那现在关于前后端分离的概念 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相比前后端不分离 那现在来看一下 那我们在这个产品当中呢 在咱们的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就是采用前后端分离 给大家去做的 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 着重的去理解 你后端当中 哪怕把模板这个部分 template给你砍掉 仅仅只剩下视图 只剩下数据库 它仍然是一个后端 那这个后端呢 也是一个完全健全的 外部后端 它专门就可以用来去提供数据 让别人去访问的 不管你前端是什么样的东西 通通的都能去访问 这是第一点 需要大家能够明白的问题 第二点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咱们还想让大家 去明白什么样的问题呢 那我们再去实现 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过程当中 那对于前端 那我们现在呢 就没有办法 给大家去拿一个手机APP了 如果拿手机APP的话 你可能还得再去 引入一个新的语言 然后呢 能够通过那个语言 来控制向后端的访问 所以呢 这一点不是我们 pathon当中所去操控的 那我们现在呢 之前已经去学过 一个移动端了吧 学过这样的网站了 学过这个网页的话 网页当中 我完全跟后端 也是能够给它 做成前后端分离的 做成前后端分离的时候呢 那我们现在呢 就通过这样的 移动端的网页的方式 来给大家去模拟前后端分离 模拟前后端分离的时候呢 让大家去明白 前后端之间的话 对于我后端来说 跟前端当中 只是进行的是数据的通讯 就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呢 你可以通过理解了 前端跟后端 去要数据之后 然后呢 你再去理解 哪怕在公司当中 你对接的前端是手机 EP也是相同道理 我们实现出来一个 后端的接口 无论是谁 然后呢 我只要把这个网址 提供给前端 然后把请求方式 给提供给前端之后 我们后端就不管了 你前端当中 离你前端的方式 向我对应的这个网址 来进行访问 跟我要数据 然后呢 我只要把数据 能够提供给你 那你前端爱怎么展示 就怎么展示 所以就相当于 哪怕我们现在 在项目当中 拿这个页面 拿网页的方式 来给大家模拟 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 你哪怕把前端 给你换掉 换成手机APP 我们的后端当中 这个试图 根本都不用任何 改写的情况下 也能够直接进行对接 就相当于 到时候呢 是别人 是写APP的这个人 用不同的别的语言 去向我访问 仅此而已 其他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 这点是希望 大家能够明白的 然后呢 接下来再看一下 那我们如果是 现在拿前端来模拟的话 只不过 拿这个前端网页的方式 来模拟的时候呢 只不过是说 比手机APP 稍微的复杂了一点 复杂了点啊 我们呢 是不是还得去 找一个服务器 专门去提供 这样的静态文件呀 得先让你把它 那个页面 这个效果拿到 页面效果拿到之后 然后呢 你才能够说 在前端当中 再向我后端去访问 然后要数据了 那你说 前端当中 再向我访问 要数据的时候 前端怎么去要啊 如果做成前后端分离的时候 前端怎么去要 是不是就得通过GS方式啊 也就是那天 我们跟大家去说过的 你前端当中 拿到了一个页面之后 实际上是不可以 在页面的 对应的GS当中 通过这样的一个 阿甲克斯的方式 在一个页面当中 再向后端当中 再发送请求吧 是不是可以这样的方式啊 所以呢 我们用浏览器来模拟的时候呢 它相当于对于之前的一个过程 现在分为两个过程 首先你在输入浏览器的时候呢 在浏览器当中输入网址的时候 需要先向后端去要这个网页 要到网页之后呢 这个网页当中没有任何的数据 只是一个空的 这样的一个呈现了样式的东西 然后呢 你在这个网页当中的GS里面 通过GS 通过阿甲克斯的方式 再专门向我后端这个接口要数据 要到数据之后 我后端的这个试图当中呢 给你提供的是Json的字符串 然后呢 你前端拿到了这样的Json字符串之后 再在阿甲克斯的回调函数当中 通过JQuery的方式呢 把数据填充到页面里面去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好 这是关键点 然后呢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那我们再去提供这个页面的时候 那你说了 NJX能够提供静态页面吧 那我们对应的后端的这个服务器 比如说哪怕是我们写的Flask这个程序 那你说Flask程序能不能提供静态资源呀 是不是也能啊 所以呢 我们这时候呢 在这个项目当中 为了保证这样的一个统一 就说相当于 不会让大家一会儿操作NJX 一会儿操作Flask 咱们现在呢 干脆就直接也是拿Flask 一既来去提供静态资源 也能够让它去提供对应的 动态的试图函数 我们把这样的静态资源 也由Flask来去提供 但是你这时候要知道 这个静态资源 跟上面前后端不分离的时候 提供的可就不一样了 之前前后端不分离的时候呢 是拿模板的方式来提供的 但是底下的这样的一个 在前后端分离之后呢 Flask当中提供静态的资源的时候呢 就只是返回静态的资源 然后提供数据的时候呢 只提供数据 两个之间 它是相当于两个独立的借口 两个独立试图 彼此之间没有关联 就相当于对应的是 前端两次不同的请求了 这是关于这样点 大家现在得有一个整体的印象 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去 说过的一个问题 对应该以下 我们要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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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